我想问一下您啊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您的诉求 您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就是 我现在欠了人家很多钱 因为我也不想失去你别人 后半辈子没法过 所以我就想让那个 就让大家吧 帮我出出主意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上场后的江女士 表现得很冷静 似乎对于这个 曾经算得上成功的女人来说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从容和镇定 是她留住尊严的最后底线 我不想把我那个 难看的那面 还有特别的那个憔悴的那样 那个展现给别人那 别人看上别人 好像那种同情 或者可怜我 我也不想 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伸手 因为我想靠我自己 可是我从你一上场 我就看到您其实 眼睛里翻着泪花 我已经就是酷了一鼻子了 我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来之前 我怕那个 就是他们看我这个 这个太憔悴了 所以就是稍微给我 就给我化妆一下 让别人看见我 那个好像是 还是挺精神的 帮我弄 不想让我 就跟那个病人似的 我是新输的血 什么意思 怎么叫输血 输血 我是每个月输一次 800cc的血 那个再生障碍性贫血 就是白血病那种 大概得了三十年 对 你现在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吗 对 为了偿还债务 江女士抵押了七套房产 她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无论付出多少 都要还清债务 保住自己的名声 我哪里现在变成 我一无所有 我也不欠别人的钱 别人也不欠我的钱 还完了以后 我就想自己 完了就可以去出家 是怎么办的 所以您现在等于就是为了 您要完成的这个心愿 为了亲戚朋友的这笔债 您要把这债还上 对 就这么一个念头 我当就做把都无所谓 但是我不能 对不起 就是你说人家曾经帮过我 那时候你有困难 你说了 让我们帮着你 我们帮着你了 现在的钱 让我回来 可是这些钱是 它不是说那个 就说我特意去造成的 我想可能在您心里边 会觉得这不仅仅欠的是 一笔钱债 您可能觉得 我还欠了一笔情债 因为欠的都是朋友的信任 朋友的支持 还有家人的支持 所以让您到现在 不敢去畅想 未来的幸福生活 不敢 就是没出这些问题之前 日子一直都过得是挺好的 对 一年出国 玩去旅游 全国各地哪都去 您现在告诉我 您到底欠别人多少钱 一千多万吧 欠别人一千多万 对 那房子就是欠别人的钱 欠银行的钱 因为我贷款 那您现在问题是 您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吗 就不能把这个债权都 车我也抵出去了 车都抵出去了 对 车也让人开走了 一个七十多万呢 就唯一剩下的家里的房子 您还都给抵押出去了 对